7月2號 臺南一名老婦人施打莫德納疫苗不良反應 槍救後不致使臺南首例 而臺南在11號發生兩起施打莫德納後 通報死亡案例 有兩位長者接種莫德納疫苗不幸過世的消息 都已經通報疾管署 這個疫苗可疑似的一個不良反應 其中一起64歲男性 10號接種 11號上午胸痛 下午2點就醫前無生命跡下 3點20分宣布死亡 另外起是70歲婦人有高血壓病史 11號上午接種 下午1點頭暈回房休息 5點被兒子發現 刀臥床邊無生命跡象 而統計到現在 全臺疑似接種莫德納後 嚴重不良反應通報七十八件 死亡十五件 而醫師表示莫德納的副作用通常是心肌炎居多 在美國三億的劑量裡面 就是說兩百八十多例 跟機率上是沒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但是在族群上略有差異 醫師表示莫德納引發心肌炎在國外是29歲以下男性居多 而目前國內死亡案例還沒有直接證據與疫苗相關 醫師專業呼籲比起副作用 打疫苗還是比不打有保障得多 三雄王室黃大衛股仙台南報導